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致灾的短延时强降雨今天一样要留意了 但是下半天开始因为封面的主要结构开始有北台的趋势 使得台湾附近会转为偏西南风的态势 整体降雨渴望在下午有一些趋缓 而今天的下午高温也会因此稍微的回升 而未来走势继续看到明天星期六封面北台 明天的上半天还是有一些降雨 但是到了下半天渐渐的北部就会转为雨后多云 台湾也回到单纯的西南风环境 不过西南风吹进来就使得中南部的天气还是不稳定的 会有不定时的震雨或雷雨 其他地方则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不过温度方面来说 因为明天可以开始看到阳光 会有明显的回温 在中南部渴望冲上33度 就连北部也冲破30度高温 感受上开始就变得潮湿闷热了 而到了周日到下周一天气就是更加稳定了 各地都是以午后雷震雨天气为主 平地也会明显的转干 那么目前的预测快的话是下周二或者是周三 封面又将再度的南移伴随着西南风 水气又会再次增加 各地的降雨几率又会提高 不过未来几天之内不会有冷空气报到 接下来带您关心 今天隔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